大家好,欢迎收听苏贝朗读 他被称为诗仙 去世一千多年 依然让人念念不忘 他爱写诗 余光中说 袖口一土就是半个圣堂 他爱交友 点点心意 屡屡情思 都在字里行间 他叫李白 作为中国人 没有人不会背李白的诗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几乎家喻户响 今天我们来分享 李白最经典的九首诗词 句句经典 字字如鸡 一生一定要读一次 最快智人口的思乡诗 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说静夜思 是唐诗中传播最广的诗 应该没有意义 不论南方北方 不论国内国外 只要是中国人 几乎人人都会背这首诗 短短四句诗 写得清新朴素 明白如画 全诗似脱口吟成 浑然无际 内容是容易理解的 却又是体味不尽的 李白走了千年 思乡却一直延续了千年 静夜思里 藏着每一个炎黄子孙 共同的思想情 最狂放豪迈的诗 《枪尽酒》 君不见 黄河之水 天上来 奔流到海 不复回 君不见 高堂明镜 背白发 朝如青丝 暮成雪 人生得意 虚尽宽 莫是金尊 空对月 天生我才 必有用 千金散尽 还付来 烹羊仔牛 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陈夫子 丹秋生 强尽酒 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 清耳听 忠古转语 不足贵 但愿 但愿长醉 不愿醒 古来圣贤 歇寂寞 唯有赢者 留其名 陈王西时 宴平乐 斗九十千 自还续 主人可为 严少前 竟许孤曲 对君拙 五花马 千金球 忽而将出 换美酒 鱼尔同消 万姑愁 这是一首狂放的诗 却藏着李白 怀才不遇的悲愤 李白是失落的 但他又马上昂扬 说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 还不来 面对人生的不如意 李白借酒娇嚣 及时行乐 人生 总有不如意的时候 可如果 都能像李白 失落后 马上振作起来 豪迈起来 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最具有想象力的诗 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 生紫烟 遥看瀑布 挂千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 落九天 众所周知 李白的想象归立浪漫 这首望庐山瀑布 就是名正 瀑布如珠帘 挂在山前 似乎是天上的银河 落到了人间 真想问李白 从何处想来 李白将飞流直下的瀑布 描写得雄伟奇力 气象万千 宛如一幅生动的山水画 苏东坡十分赞赏 苏东坡十分赞赏这首诗 说 地浅银河 一一卖垂 古来唯有 折仙词 总有人问 诗词有什么用 如果后人 能学到李白超凡的想象力 那么对于学习 受益无穷 最孤独的诗 月下独卓四首 其一 花间一壶酒 独卓无相亲 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月季不结隐 影徒随我身 赞伴月江影 行乐虚极春 我歌月徘徊 我舞影凌乱 行时同交欢 最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犹 香气渺云汗 孤独是人类永恒的命题 狂放如李白 也有孤独的时刻 这个月夜 他在花下独卓 无人亲近 孤独的李白 只能举杯邀请明月 李白突发奇想 把天边的明月 和月光下自己的影子 拉了过来 连自己在内 化成了三个人 举杯共浊 冷清清的场面 顿时热闹起来 全师以独白的形式 自立自破 自破自立 诗情波澜起伏 而又唇乎天籁 因此一直为后人传颂 人生既害怕吵闹 更害怕孤独 所以真正内心强大 并不是无欲无求 而是过尽千番 看尽世间百态 依然热爱生活 最励志的诗 行入难 其一 金尊清酒 斗石千 玉盘真修 值万钱 听杯投注 不等使 拔剑四顾 心茫然 玉渡黄河 冰色川 江灯太行 雪满山 闲来垂吊 碧溪上 呼覆成州 梦日边 行路难 行路难 多其路 心安在 长风破浪 会有时 直挂云帆 寄沧海 李白的行路难 在悲愤中 不乏豪迈气概 在诗意中 仍怀有希望 长风破浪 会有时 直挂云帆 寄沧海 豪迈乐观 李白说 尽管 前路障碍重重 他将会 成长风破万里浪 挂上云帆 横渡沧海 到达理想的彼岸 古往今来 李白的行路难 给遇到挫折 遭遇困难 受到打击 而感到前路茫然的人们 一种信心 一种勇气 一股力量 最清新的诗 清平调 起衣 云响一场 花响容 春风拂剑 路滑浓 若非群玉山投剑 会向摇台 月下逢 据唐代人 记载 清平调三首 是李白 任供奉汉林史所作 三首诗 都是写 杨贵妃之美 那么 李白 怎么写 杨贵妃之美呢 云 想变作 贵妃的医生 花 想变为 贵妃之容貌 贵妃之美 如沉香亭畔 春风拂絮下的 带露之牡丹 若不是群玉仙山上 才能见到的 飘飘仙子 必定是 只有在 摇台月下 才能遇到的 女神仙 李白运用一贯的 浪漫写法 不露痕迹的 把杨妃 比作天女下凡 真是精妙至极 杨贵妃已世千年 而我们依然可以从 李白的诗中 一亏她的美貌 真是幸运 最轻快飘逸的诗 《早发白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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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将临 一日还 两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已过 万重山 758年 因为参加 勇王李林的幕府 李白被流放夜郎 第二年春 走到白地成时 突然收到 被赦免的消息 兴奋的李白 离开白地成 成州顺江而下 抵达江陵时 写下这首诗 明诞文学家杨慎 评价此诗 《惊风雨而弃鬼神》 惊天地弃鬼神的 是李白不屈不挠的精神 即使刚刚面临绝境 但只要有一点希望 他就又成为那个 自信而豪迈的李太白 不论何种境遇 永怀希望 永远对理想的热情 是李白最打动人的品质 最有气势的诗 蜀道难 衣于西 微乎高在 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残从吉余福 开国何茫然 而来四万八千岁 不与秦赛通人烟 西当太白 有鸟道 可以横绝 峨眉巅 地崩山摧 壮士死 然后天梯实战 相勾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下有冲波逆者之回川 黄鹤之飞 以上不得过 圆腦欲渡 愁攀远 请你何盘盘 百步九折 迎颜暖 门神立井 养邪戏 一首福音 作长探 问君西游何时还 为徒谗言不可盘 但见悲鸟 毫古木 雄飞此从 绕林间 又闻此归提夜月 愁空山 数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世人听此 雕珠眼 连峰去天 不应耻 枯松道挂 已绝壁 飞团瀑流 争宣辉 平衙转石 万赫雷 其险也如此 皆而远道之人 忽为忽来哉 见阁争容 而摧违 依扶当官 万夫莫开 所守祸飞钦 化为狼语柴 朝臂蒙虎 西臂长蛇 磨牙顺血 杀忍如马 尽城虽云乐 不如早还家 数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侧身希望 长姿介 数道难 是李白的盛名之作 李白以变化莫测的笔法 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数道之难 艺术地展现了古老数道 威仪 蒸容 高峻 崎岖的面貌 描绘出一幅色彩绚丽的山水画卷 即使过去了一千多年 李白诗中那些动人的景色 宛如历历在目 美美美独树道难 顿觉胸中开阔 惊叹于自然的鬼斧神功 向往着祖国的大好河山 最诗意的离别诗 黄鹤楼 送孟浩然之广灵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阳洲 孤帆圆影碧空记 唯见长江 天际流 李白是一个爱交友的人 他喜欢孟浩然 这一天 孟浩然要去广陵 他写诗相送 有人成舟而去 而李白依然还站在那里 望着背影 久久不能回过神来 那一刻 所写的不舍与深情 都在这一望中 这首送别之作 写得飘逸灵动 情深而不至 意勇而不卑 慈美而不服 运远而不虚 李白用自己的才华 在唐诗中书写了一段 无比灿烂的篇章 要目后世 如果没有李白 唐诗将缺了 多么灿烂的一脚啊 也许 你不能读完李白所有的作品 但一定要读一读 这九首诗作 感受那大唐最耀眼的风采 好 刚才我们分享了 李白最经典的九首诗 字字珠基 一生一定要读一次 摘字易静 点击一下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